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创世纪41章的25节 一直到57节 题目是 约瑟被法老升为至高 创世纪41章25节 约瑟对法老说 法老的梦乃是一个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 只是法老了 七只好母牛是七年 七个好税子也是七年 这梦乃是一个 那随后上来的 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 是七年 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交的税子 也是七年 都是七个荒年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 显明给法老了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 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 甚至埃及地 都忘了先前的丰收 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 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 至于法老两回做梦 是因神命定这事 而且必数数成就 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 有聪明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埃及地 法老当这样行 又派官员管理这地 当七个丰年的时候 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 一切粮食聚集起来 积蓄无骨 收存在各城做食物 归于法老的手下 所积蓄的粮食 可以防备埃及地 将来的七个荒年 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法老和他一切成仆 都以这事为妙 法老对成仆说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里面 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 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 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 有聪明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名都必听从你的话 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 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摘上 手上的打印戒指 戴在约瑟的手上 给他穿上细麻衣 把金链戴在他的景象上 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 贺道的在前面呼叫说 跪下 这样 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对约瑟说 我是法老 在埃及全地 若没有你的命令 不许人擅自办事 法老赐名给约瑟 叫撒发纳特巴内亚 又将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 亚西纳给他为妻 约瑟就出去 寻行埃及地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 三十岁 他从法老面前出去 遍行埃及全地 七个丰年之内 地的出产 极盛极丰 约瑟聚恋埃及地的 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 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 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 都积存在本城里 约瑟积蓄五穀甚多 如同海边的沙 无法计算 因为古不可胜数 荒年未到以前 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 亚西纳 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约瑟给长子 起名叫玛拿西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 他给次子 起名叫以法连 因为他说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晚 七个荒年就来了 正如约瑟所说 各地都有饥荒 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至于埃及地有了饥荒 众民将法老哀求粮食 法老对他们说 你们往约瑟那里去 凡他所说的 你们都要做 当时饥荒遍及天下 约瑟开了各处的仓 敌粮给埃及人 在埃及地饥荒甚大 各地的人都要往埃及去 到约瑟那里去 敌粮 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创世纪四十章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解梦 许多人想要在这里 研究出解梦的要诀 却丝毫不可得 原因无它 因为这个梦 根本就不是人 自己可以做出来的 这个梦本身 为何分为两段 让法老梦得呢 甚至是这个梦 所预言的十四年 都是神自己的手 所安排的 我请问你们 是善长于九正的梦神奇 还是这个梦神奇呢 这个梦的本身比较神奇 还是解梦比较神奇 或者是说 这个梦所预言的那十四年 比较神奇 有影响巨大的 的确神奇我不敢讲 但是影响巨大的话 那一定是那十四年 对全地以及全人类的影响 更为巨大的 这个梦只不过是告诉法老 接下来 埃及全地会有七年的大风年 但是在接下去 会有连续七年的大荒野 荒野我们可以猜想 大概是颗粒无收的那种 如果我们依靠农产品过生活 那么如果连续七年 要颗粒无收 那么人要怎么活下去呢 一两年还可以 但是七个荒野 而丰年又是一个 怎么样的景象呢 如果比一般的年头 多收成一半左右 那么就是很好的丰年了 但是我看过有记载说 丰年可以收成到 比平常年头 多两三倍有余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一个丰年收成 它可以抵得上 两个荒年的颗粒无收 当然若是两倍的丰年 也可以应付得过去 但是要觉就是要有 先做好准备 同样的问题 约瑟是凭自己的知识和学识 就可以解法老的梦吗 当然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约瑟解梦不准 那么他的下场就会很惨 但是约瑟之所以要知道 这样解梦乃是一直在照看 他的神告诉他的 那个时候 他也可以大胆地 向法老提出建议 建议既然已经提出来了 那么法老是不是 可以找别人去执行呢 我告诉你们 这还真的不行 任何人没有确切的信心 关于这些事 是必定要发生的 那么叫他们去做准备 这样的计划的时候 这个计划做出来 一定是到处充满了妥协 或者是也预留了 万一不是如此发生的话 还有退路 这个法老也不知道为何 只听到约瑟解一个梦 就可以这样子的信任约瑟 不但给他极大的尊贵和荣耀 并且也将很大的权力 交在他手中 当然 法老身为一国之主 当然也是见过世面 不可能被任何一个解梦的素士 说了几句 就将国中最高的权力 给交出去 所以 法老此时的心 一定是也在神的手中 像笼钩中的时候也一样 随意流转 神手所做的事就这样成就了 约瑟的身份 这个时候就摇身一变 从可怜无指望的阶下囚 这个时候在一天之内 就成为埃及的宰相 华福加身 权戒戴在手指头上 埃及国中的人 除了法老之外 所有人见到约瑟 都要向他下拜 这就是神做事的奇妙 他超乎在所有人的命运之上 他使人的命运升高 不一定要一步一步来 甚至是先使他降为碑 让他受害被冤枉 最后还下在监狱里 成了阶下囚 没想到这一切的安排 都是要为了使他 升为最高权力所做的准备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远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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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